今晚開戰吧 大女哥 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這個時代 育兒跟我們那時代育兒 根本不一樣 有夠多事情 招數有夠多的 真的 你講到這個 我那天也是碰到讓我一個 覺得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餵藥的問題 很多應該就是讓父母 非常傷透腦筋 因為畢竟那個藥是苦的 很多小孩會拒絕 那我那天就在餐廳 就看到一個媽媽 就為了她那個五歲的小孩 吃藥 那邊一隻草 一直在那邊哄她 她就完全不吃 竟然旁邊有一個阿姨 就把那個藥杯子拿過來 她就放在小孩子面前 然後她就跟她拱她 吃藥 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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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藥 我跟你講 這個弟弟跟她 她看她拱她 拱拱拱 她竟然杯子一拿 一口氣就把她乾杯 妳看 那她有舔手上的鹽巴嗎 小孩子 小孩子 這是未來九國小王子 真的是 你說吃個藥到底何必 所以觀眾朋友 幼兒路上 每一項都是新的考驗 還是說擁有前人的秘技 才能掃走一些冤枉路 當然 歡迎收看 今晚開戰吧 今天歡迎新手爸媽代表 對 小孩子剛出來了 對 我這是那種熟熟爸媽代表 來 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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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子肥貴 對 還有我們的小兒科 非常專業的華倫醫師 來 張醫師好 來 你面對第一次養兒育 你沒有人天生就知道怎麼當爸媽嘛 絕對都是從零開始 他不管說第一胎一定會照書上的知識 照書養 或是從網路找方法 或是到處問人家 或是長輩們 怎麼樣教導 對 怎麼樣傳授 是啊 但你覺得 知道這些技能是真的有幫助嗎 還是其實有一些技能 早就應該要update 也沒有人update 對啊 所以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每一對父母 絕對一定都有採過雷 走過冤枉路 才會真正的掌握到學習的訣竅嗎 請舉牌 採過雷 一定的 養小孩有採什麼雷 很多 生過小孩嗎 還是什麼 一種米 兩百樣人 但是很像我們那個年代 可能就 因為父母其實也都生很多 你有時候就放出去 能夠回來算是撿到的 現在怎麼可能 對啊 真的 小孩子一顆 兩個而已 秀得好像命 你看我採一個大雷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說 那個什麼小朋友 因為媽媽顧Baby嘛 就是要包那個尿布換尿布 你不可能就是 那布有臭的話 你就丟旁邊嘛 對不對 你一定就是要拿去垃圾桶丟掉 可是你拿去垃圾桶丟掉的時候 家裡有沒人顧的時候 小孩就在上面就很危險啊 那時候我們就很流行一個垃圾桶 就是你可以一直丟一直丟一直丟 它自己進去之後會轉成一個包 然後當你拉出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串 所以你可以一整天過後再丟 因為它裡面防臭什麼的 就弄得很好 所以放進去就不會臭了 對 那我是不是就很心動 後來我就買了嘛 他就每天在給我打結 我光不黑的你知道嗎 不是啊 我沒有就沒用啊 那一台也超貴的 我真的超氣的 後來那台我也就沒用啦 那台後來任何我的新手朋友要買 我就跟他講說那一台真的是不一樣 你那是比如說使用的東西 像比如說現在很多數位化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像我們那時候小孩子剛出生2000年那時候 或是九幾年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書位化 所以你勢必要教小孩要去買很多的CD有沒有 對 而且這成套的 然後書也是成套的 館具 對 那個東西你 一半還沒拆封 對 你怎麼知道 真的喔 有些書根本完全沒拆封 到最後也是送人的送人 要不然就是 過年大掃除的時候就把它清掉了 對 所以不知道網友們有沒有在育兒路上 有踩過哪一些地雷 我們來問一下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那我們今天就根據今晚開代 官方粉絲團還有幼兒園寶貝開心購 幼兒園交流討論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是你育兒路上必經的地雷之路 你也不小心踩過的 我們直接就來看一下榜首第一名啦 就是看到好用的育兒小物就入手 結果花了冤枉錢的 占百分之38.7 好 網友就分享說 那時候已經要升了嘛 那我就想說 娃娃車這種東西一定用得到啊 那出遊一定是要有輕便型的 那那種就是整個武裝型 就是出去如果要出遠門什麼 什麼東西都可以放的 也準備了 那另外還有那種什麼變化型 可以組裝什麼之類的 比較方便的 三款推車通通都買 好啦 小孩出生了 根本不坐推車 就是要人爆 當初還不如買個包巾就好 好啦 就來想問一下這些新手 爸爸 媽媽們啦 育兒好物是百百種 到底買了是擁有了自由 還是浪費錢又浪費時間 可是嬰兒車是一定要的 因為你要訓練他坐嬰兒車 不然父母會類似 真的 手都要短 很多小孩子屁股就是有針 屁股就是有針 我覺得有辦法 還是真的妳那嬰兒車下面有放針 沒有沒有 不願意的嬰兒車 我的兒子有辦法 我就管他了 給他哭 我的女兒我就捨不得 我就把他放進去 對啊 要不公平 像我女兒以前 也是一開始都不坐娃娃車 但沒辦法 因為我很常帶他出去 就只有我們兩個 他如果不坐娃娃車 我還有個碗嗎 妳的意思 對 所以我就把娃娃車 弄得超級舒適的 還有電風扇 有電風扇 還有碗的玩具 娃娃 然後他的枕頭 底下如果夏天有涼 他就很想說待在裡面 對 他就很想說待在裡面 後來我的娃娃車都變成 我所有東西都放在裡面 小孩就在我手上 對啊 在手上 那個爸爸 這個爸爸有一個迷思就是 小孩寧願在我手上 也不要在娃娃車裡 然後但是都要說 小孩說他不愛坐 那是女兒 妳真的偏心耶 是因為妳愛抱 對啊 可是我另外一個思維 我其實很早就訓練起來 一直走路耶 我一歲多會走路 我等一下去北歐玩 我就沒帶推車了 不是 那妳要想 如果我們是去逛街的話 他怎麼可能放他下來走路 對啊 我告訴妳如果真的去逛街的話 到兩歲以上會畫畫的話 就把他丟在那個百貨公司裡面 畫畫的地方 然後父母就去逛 大醫師妳這樣就不成熟了 一般來說都是 不是 我想拖子就丟不起來 別人講 別人講 所以意思是說 一般來說 像我老婆就是直接丟給老公 妳去帶她去逛 妳去帶她去逛 這更好 這更好 真的 那他也是一個方式 現在其實很多 因為我常看到那種 三四歲了 還在坐娃娃車的 我都覺得匪夷所思 三四歲是有點誇張 但如果說出國 對啊 兩歲多這種 那老公帶著 好了就要抱小孩 老公是另類的娃娃車 那你說像這種 偽單親的怎麼辦 偽單親 偽單親 就只能交給那個 我們沒有要聽你的意見 因為你專買雷品 那沒辦法 你為什麼專買一堆雷品 我們是藝人 所以有時候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人家會介紹 介紹你的時候 你就不好意思 這個好 我發現我專買雷品的原因 是因為我買太多了 只要有新的我就會買 那你買過最柴雷是什麼 我覺得 應該介紹給大家有兩個 一個 有 有 那不好用嗎 它來不及啊 你要等它加溫的時候 你又不能永遠給它開 它不是按一個按鈕 然後加溫嗎 對啊 尿尿都噴出來了 我以為它是加溫了之後保溫 沒有 保溫的時候你時間久了 還是會沒有 尤其是四指金 你不會拿來擦尿尿 你會拿來擦便便 對啊 然後那個天氣現在 因為大家有加暖氣 所以真的用不到 加溫四指金 真的用不到 加溫四指金 我覺得它很沒用 有就白白浪費 所以你才會說 後來送人它都不要 真的 還有一個溫奶器 溫奶器不好用 溫奶器好 真的不好用 現在的那個 現在的那個飲水機 不是都直接 都直接有溫度的 你用那個調就好了 你還用溫奶器 可是有時候冰冰箱 所以要放溫奶器 對啊 我沒有拿冰冰箱的 可是有一些 無奶啊 無奶就是一直味 所以你們沒有醇是不是 都沒有醇 沒有醇 我老婆一直都有 像你剛剛講那個垃圾桶 對 我有親身經歷 超雷啊 我把它帶來了 它是這個 然後你只要放那個尿布進去 這樣子 它就不會有味道了 但是呢 你打開的時候 它不是錯味都上來 因為每次都說我在收 那我又不敢講 後來我發現 其實是我錯誤了 它真的有一個這個 它是這樣開的 然後 手伸進去 這樣子抓了 都沒有味道了 你用錯了 它不是雷品 那是你自己的 我用了它一年多 我才敢講 然後結果我老婆才告訴我 那個答案 我的天啊 我每次 你才是最大的雷品 對 對 我每次打開的時候就 Oh What 那我一直講 那它不好用 那我不好意思講 然後後來我發現 原來這麼好用 但是小孩已經不用尿布了 問題要提出來 有問題 因為他老三剛出生 老三又可以用買 剛出生了可以了 少谷你買神器是什麼 其實我基本上買的部分 都是看我太太的需求 因為像我們男生 在洗屁屁的時候 可能就不需要那些工具 我們就抓起來 然後就開始洗 對不對 但是我太太她 女生的力量比較小 可能拿個五公斤 六公斤的東西 甚至於小朋友 比較大的時候 越來越大就越來越難 那這一個是我幫她買的 洗屁屁神器 就是說這個是放在水槽裡面 那比如說水龍頭在這邊 那水槽就這樣放著 然後小孩子就坐在上面 對 然後小朋友就是坐在這邊 對 屁股就是對著 這好像我們在看婦產科的衣服 對 有點像 對 小婦產科 但是這樣這邊旁邊 也有這個吸盤 就會吸住 然後固定住 然後小朋友他在洗的時候 比較不會擔心說 小朋友可能會掉下來 會掉下去 對 這一個是佛我太太的 那再來是說 我還是有買過雷瓶 那像這一個物化器 就是最近天氣比較 變化比較大 小朋友本身就有一些風寒 醫生就說你要增他的鼻子 那我在網路上買這個 是大概五百塊 滿便宜的 加水 然後還可以加東西 但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個電子關不緊 為什麼 你那個是蝦子壞掉 對 所以說就是 就是我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我要一直捏住 我太太也沒有辦法好好控制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沒有品牌 我就很難 就是可能跟廠商說 不是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這好用嗎 我覺得其他東西都很好用 例如說我後來就是因為這個加濕器 我覺得 我幹嘛買小朋友專用的 我應該買大人也可以一起用 所以我之後我就在網路上買這個 超大台 我沒有業配 對 這一個就是我們大人 小孩都可以使用 在裡面可以 它是專門真喉嚨嗎 真喉嚨 真餅都可以 而且我這一個比較沒有溫度 那這一個是有溫控的 它可以說等於是加熱到80-90度 會有蒸氣出來 那我跟我小朋友就是玩一個遊戲 就是他 我把它放在桌上 然後 小朋友就坐在我腿上 然後他可能不太喜歡吸 他在那邊吸 其實他不舒服 我就說換巴巴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兩個父子就開始玩 你吸啊 我吸 我吸啊 你吸 因為我本來就 有人想要吃藥 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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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個東西 我自己也有呼吸道的問題 對 我太太也有 那我們大人也可以使用 這全家可以一起使用 很像耳鼻喉科會有的那一台 對 就是像耳鼻喉科 我可以回應一下那個蒸氣機嗎 因為蒸氣機有一般就是 有一般是媽媽用那種美容用的 跟醫療用的 那醫療用跟美容用它就是我們 如果說你這個有加藥功能的 你還是要買醫療用的 因為那個鎮波打出來的分子的大小 也不一樣 你真正你的藥要加到醫療用的 你打出來的分子夠細 它才有可能進到你的氣管裡面去 如果有的症會喘的 你真的要用醫療用 它才會吸到氣管裡面去 要不然污化出來的氣力如果太小 它就是認子在表面而已 你吸不到 你可能在皮膚上邊就卡掉了 你這個是醫療用的 這個我想應該是沒有 沒有 我說大台那一台 沒有 污化的例子不夠小 這個應該是可以的 我那時候是去看醫生 醫生就有說他要整理 那我買這台就說 那我可以開另外一種藥 就是讓它滴兩滴 對 可以講藥 對 它就可以有邊吸 然後可能也有一些藥效盡 這不錯啦 就是它一輩子都可以用 因為真的以後老婆還是可以這樣 那洗屁屁神器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因為我們有遇過那個 就是父母來問的 那洗屁屁神器它就卡在船頭下面 對 那其實就是要提醒大家 水溫的控制 之前就遇過就小孩子已經卡在裡面 結果水溫一開的時候 有的太燙 太燙 當然 現在要小心一點 水要先放好吧 對 但因為它就是你調好 其實你寧可讓它先留一下 再卡它啦 因為一打開的時候 水的溫度會不穩定 你本來以為你溫度調好了 對 就一打開的瞬間的水溫會不穩定 對 要確認水溫 對 還是要先確認水溫 但它洗屁屁它是這樣趴著嗎 不是 不是 它是養坐的 這樣子坐著 跟檢查一樣 但家裡很蠻能洗的 那個就是這樣 就是直接 洗眼台小一點的 小時候我也幫小孩買過一個 就是放在洗臉 它洗澡的那個缸裡面 小洗澡缸裡面 然後放一個網狀的 那是洗澡網 洗澡網 它也不會沉下去 對 那個也滿好 那個是萬年好用的 反正以前都要放它抓著洗 後來買了那個以後就放著 然後它也不會沉下去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非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超高歡迎 大利 beans 南無名公敦 那 Grund 哪有 mart夜